啊 什么 记书颜死了 破小说找个跟我崇明的人死真会起 书颜又有人溺水了 嗯 我是谁啊 我在哪儿 娜姐救人可以免费 治疗失忆可一定要收钱啊 你唬谁呢 人家这个叫溺水醒来后 蒙逼综合症 一会儿就好了 去吧摆你摊上去吧 去 这个快这个杀不住了 啊 啊 啊 没事了 啊 啊 我记得哪来的鸡皮啊 啊 这小鸡 这枪装的宫儿童鸡 我记得哪来的鸡皮 啊 这只皮夹 还有心思动手动脚 看来你是没事的 奶奶葬礼已经结束了 签了吧 这是什么 但是他记得了 我记得了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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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我宣布室 和爱你问候 这位毒鬼见得很恶死 我不能见 明里 你误会了 奶奶对我这么好 我只是想陪他老人家守完他的头戚 可以吗 那 没想到你对奶奶感情这么深 人和人之间相处久了 都会有感情的 你说是不是啊 既然如此 那就再搞七天 今天你在书里的人设 就是霸道傲娇主裁 外表了老兵呢 其实成绩了很 你刚才突然昏倒了 你可能是太累了 先回房休息吧 不好了 不让你倒了 妈 妈 你怎么了妈 怎么回事 刚刚夫人跟我说他有点头晕 扶他回房休息 还没有躺下他就晕倒了 我刚刚给施医生打电话了 那就再打让他快点 说秦夫人一直有旧情 小时候里提过一句 这毛病吃完秦灵里之后才用的 把这儿是月子病 让开 麦香五花 口的白末 面白痴的 得赶紧使用 秦灵里 不用你在这儿收小心 秦命令 让我看一下秦夫人 现在我无法确定病症 一定要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才能对症治疗 来不及了得赶紧施救 没做检查怎么施救 现在什么阿猫狗都能直接施救吗 你是蜥蜴 你不知道中医的厉害 来人 来人 给我准备好银针 秦灵里 这个是你母亲 你就有啥胡闹 明里 这也是我妈 真的来不及了 救人要紧 闪开 我都要看看你有多大北 妈 你怎么了妈 你对我妈做了什么 她怎么这么痛苦 我早说了 你不要相信这个女人 再乱说话 我让你永远闭嘴 明里 我这是怎么了 哇 没事了 没事了 比之前 舒服多了 没想到你真的能把秦夫人治好 你是从哪里出来的本事 我自学的 明里 妈现在才刚刚醒来 还需要静养 你们也下去吧 我要休息休息 好 那妈 你好好休息 我们先走了 说 你什么时候就学了医术 哇 这男人就是越看越帅 回答我 我 我自学的医术 我自学的医术 你以为我会信吗 我自学中医是为了治疗奶奶 可是我没想到 没等我治疗的时候 奶奶 奶奶她就 太饿了 奶奶在天之灵 会理解你 说干什么呢 职业病 以后不许 好啊 都听你的 我去趟洗手间 你在这儿乖乖等我 怎么被她牵着鼻子走 看来我穿书是没跑了 小说里 秦明里不喜欢越主 他们注定是要离婚的 那 我要是想留下来的话 要么 让她喜欢上我 要么 让她 离不开我 我可以双管齐下呀 先让她离不开我 再让她喜欢上我 你最近太辛苦了 给你弄了点热牛奶 你来得正好 把这个签了 这是什么 不是说好了吗 奶奶过了头七之后 再离婚呢 先把她签了 奶奶头七之后 再离婚 这里可没有离婚的 你记着完 签了 婚就离婚了 得赶紧接着办法 这个我可以签 但不是现在 你又想干什么 我比较担心妈妈 奶奶的病 我没有来得及治疗 但是妈妈的病 我可以治疗 你真可以治 嗯 你要相信我 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一定可以治好它 好 婚礼 你和那个女人离婚了吗 魏小姐 这是我的私事 不用你瞎操心 魏小姐 应该是大反派为敌选吧 喜欢人最喜欢你的儿戏人选 想敲我强脚的 没门 哇 这是真品吧 盛气人呐 他应该就是为点血了 你怎么还来在这 这是我家 我还想问你呢 身为客人这么没礼貌 你爸妈难道没告诉你 在别人家该怎么做吗 你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 也就是踩到狗屎 才会被奶奶看上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 情太太 我不是情太太 难道你是啊 要不要我给你看看 我和我老公的结婚证 再说了 我要真离婚了 干你什么事 你 贱人 除了打人 你还会做什么 你在闹什么呢 明里 明里 刚刚魏小姐他欺负我 还要打我呢 我姐 他怎么瞧我 他说 你胡说八道 明月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无依无靠的 都是别人欺负我的 我怎么可能欺负你啊 你这贱人 你又污蔑 谁让你在我家撒眼了 是他先出言不逊的 纪书员是我的合法妻子 是我的秦太太 你对他尊重的 你竟然维护他 他一个孤儿什么都没有 能抱住你什么 而我不一样 我可以帮你拿我舅舅手里的那块地 我不需要 马上离开 魏婷 魏婷 舅舅舅手里的那块地 对情命连很重要 我记得那个人有一个得了怪病的儿子 怕光暴躁的 或许 可以从这里入手 说了 不要碰我 你嫌弃我 哼哼 我没有 你就是 我知道 我身为你的秦太太 跟你一起出去 你都觉得丢脸 你明天跟我去赵氏播下 真的吗 我说了 你不要碰我 你还是嫌弃我 我说了我没有 算了你也别去了 老公 说尔反尔 人家可是会伤心的 你叫什么 我叫你老公 你刚刚不是说了 你说我是你太太 那我叫你老公 应该没什么吧 还是说 你想让我 管你叫宝贝呢 以前叫什么 以后还叫什么 好 宝贝老公 这个情命连 不禁溜嘛 喂 舅舅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呀 我这儿有上好的补品 明天给你送过去 好 我 你一个没权没事的孤儿 我看你拿什么合成 宝贝老公 你终于来了 我和舅舅都等你好久了 师伯 这是我的妻子 机械子 宝贝老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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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能动了 张一 来了 太太呢 太太呢 一大早就出去了 你这真可是要扎准呢 要是扎伤了的话 你这一辈子都得在牢里度过 哪是扎伤那么简单 一旦扎错 携碎反噬 人如风雪 怕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逃不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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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怕不是扎出事故了吧 没事 只是有点疼而已 疼是正常的 正常 我看你是学术不经的 这针可以治病也可以害人 你信不信我这一针下去叫你面瘫啊 你以为我会怕你啊 随娘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现在乖乖出去 要么我现在叫你面瘫 行了 喂 婷轩 你出去吧 得打扰我治疗 婷轩 你先出去吧 舅舅 听话 出去 明镜 我太太呢 你管他呢 要不是因为他很差一脚的话 我们早就结婚了 留远一点 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以前不会 以后更不会 子萱 你怎么了 子萱 你没事吧 别下巴巴 你这个拥挤 我 世伯 你想对我的气的做什么 我儿子出了任何事 我都不会放过你 我早就说过了 这个女人不靠我 报警吧 让警察把他抓进去 时间差不多了 还在这装呢 怎么样 哪里不舒服啊 我不怕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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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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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医不敢当 我就是个骗子而已 谁敢说你是骗子 我的病 只有季小姐的能治 还不快给季小姐道歉 快给季小姐道歉 舅舅 道歉 对不起 道歉呢 就不必了 世伯 刚刚我们约定好的 治病换定 口头协议不做书哦 可不可以跟我先生一起签个协议 签签签 马上签 签 明理啊 祝我们合作愉快 一定 那我们先走了 下次诊疗的时间 我再通知你 嗯 没问题 走了 有些人嘴巴太臭 遭报应了呗 走 通知下去 正式启动桃花岛项目 是 桃花岛原来就是个游乐场 琴明理小时候一直讲学 但他爸妈从来没带他去过 后来那个游乐场就被推了 其实啊 其实啊 他就是个内心虚爱的大男孩 多连有字 有啊 脸上写着 老 我 亲 爱 我 我当然爱你啊 我当然爱你啊 干嘛你热啊 车里不是开着空调的吗 你下车 不下 你要干嘛 下车 你 下就下 谁下你这破车 你就是这么对待恩人的吗 等我回家拿针炸死你 开车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哎 你 在这 哎 我 你没事吧 你个万为服役的家伙 李杰你怎么开车的 我 算了 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带我去个地方 嗯 嗯 这里不应该有片沙滩吗 我小时候的确是有 但是后来都变了 下次别乱跑了 奶奶会担心你的 除了奶奶没有人关心我 老爸就知道工作 连游乐园都不带我去了 奶奶带你玩啊 奶奶陪你好不好 好 小时候奶奶经常陪我到这玩 你也来过 是啊 有回忆的地方就有陪伴 只是 换了一种形式陪伴你而已 我在这里虽然有钱有事 有美男 但我不能在书中过一倍的字样 还是要想办法 回到那个真正属于我的视频 时间不早了 回家吧 哼 你不会真以为我要亲的事 啊 请民礼 夫人请 不要我自己走 免得某人给我丢下车 李洁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是有一点 不过书章说送礼物可以表达歉意 静总要不您试试 走 住宝殿 哼 可恶的亲民礼 嗯 嗯 喂 赵公子 叫我子萱就可以了 你明天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 这个赵可萱 就是个被未停血利用的材贴 我可以通过他提前解决硬化 明天中午 明天中午是吧 好啊 到时见 要出去啊 嗯 子萱请我吃饭 子萱 你跟他玩那么熟啊 那当然了 我都给他治疗那么久了 能不熟吗 你来找我干嘛 没事 三不 嗯 这次你不道歉 我绝不原谅你 嗯 怎么样 礼物太太喜欢吗 他喜不喜欢管我什么事 喂舒颜 要不要我去接你 行行行 那一会见喽 好你个技术员 你仍有名理的还够三八四 那我不介绍你个真面 李洁 秦总 怎么了 几点了 十一点半 该吃午饭了是吧 我马上还没吃饭 哦不用 出去吃 嗯 秦总 不出去了 去工作吧 哦 好 怎么了这是 来大力富了 秦总 啊 你点就行 我都可以的 行 嗯 他怎么来了 他都来了 请你应该一块 秦舒颜 你之前背着明理 和别的男人约会 我没有背着他 我这叫光明正大 明理 明理 这么好 你这么做 对得起他吗 我就是对不起他又怎么样 我们想两口闹点矛盾 我就想气急他 我就把话撂这儿了 他今天不跟我道歉 我就 你就怎样 原谅你 谁叫我这么爱你呢 灵力 你千万不要上天台的话 这个女人最会骗人的 我们两口子的事 关你什么事啊 我们和好了 谢谢你的款待 拜拜 拜拜 喂伯母 我这儿拿到一条很漂亮的裙子 非常符合您的气质 一会儿我给您送过去 好 你要带我去哪儿 吃饭 我刚不是在吃饭吗 打扰你和赵子轩了 哼 你让我少吃一顿大餐 你得陪我 你这个项链 我捡的呀 也不知道是哪个笨蛋有钱人 给丢掉的 你说是吧 哈 男人 谢谢你 我很喜欢 情侣里对我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 好 接下来 就该讨好婆婆了 小说里情供人最喜欢群衣的了 给她打一件 投其所好 挺血呀 还是你有眼光啊 梦梦 你喜欢就好 哎 四块 啊 对了 我手机里还拍了几个样式也很好看 是吗 您看看喜不喜欢 这是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啊 拿错了 我今天逛街的时候不小心拍到的 这个金属眼哪 妈 看我给你买的新衣服 魏小姐来了 我不来 怎么向伯母揭穿你们的真面目 什么真面目 你看 什么嘛 这有什么 你背着明礼 和别的男人约会 你马上和明礼离婚 妈 我没有背着明礼 明礼都知道的 魏小姐 这几天身上又不养了啊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魏小姐 再敢放肆了 我让你养的 就不是几天了 妈 我有点累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啊 拜拜 哎 你看看他 他吃着我们秦家的 住着我们秦家的 你还这么休着 伯母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 明礼 妈 今天感觉怎么样 背着给寄书言呢 气得我胃肯 天逊 你把手机里的照片给明礼看 什么照片啊 没什么 误会一场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啊 静淑妍 天逊 天逊 你没事吧 啊 我没事伯母 我先走了 明礼啊 你知道吗 舒颜呢 她背着你 竟然和那姓赵的小子 勾搭在一起 原来是什么一场照片 书员没有勾引过任何人 他们去吃饭 我也是知情的 那就算她没勾引别人 她吃着我们秦家的 住着我们秦家的 还那么嚣张 还花你的钱 给我些殷勤 妈 您忘了她救过您的命啊 她艺术高 以后还指着她给您调理身体呢 而且 这些衣服 都是她花自己的钱买的 那一定是杂版货 我才不穿呢 你丢掉吧 这是她给您买的衣服 您随便处理 别说 眼光还行啊 妈 我来给您针灸了 你懂不懂礼貌啊 进别人房间 不知道敲门呢 我刚敲了呀 你敲了 我没听到 那就是没敲 还降嘴 没规矩 那下次一定让你听见好不好 我们开始吧 我可跟你说啊 我天生痛觉敏感 你要是把我弄疼了 我就让明里把你赶出去 要不是为了活命 久远我都不留 你对我妈做什么 不是我 是她 我们家怎么会 蟑螂呼呼呼呼 她给我打走 怕蟲子也会遗传 有意思 别怕 我保护你 妈 我给你买的裙子 如果你不喜欢 你不收就可以 你没必要丢掉 羞辱我呀 唉 不就是一条裙子嘛 对您来说 它是一条普通的裙子 那对于我来说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 您都不知道 我以前住的地方有蟑螂 老鼠 蜘蛛 什么都有 我这是好不容易 给你攒钱买下的 妈肯定不容易 是啊 也许是用人 不小心丢掉的 其实 我挺喜欢这条裙子的 真的吗 真的 我非常喜欢 没想到 以前那么苦 都过去了 这还拿不下你呢 妈 身体感觉怎么样 斟酒之后啊 轻松多了 那就好 书媛哪 你说有没有那种穴位 扎一针 它就能年轻十岁的 有倒是有 不过啊 您现在的身体 还是以调理为主 如果接下来继续留在秦家的话 那我可以给你试试看 那妈 你好好保重身体 我先走了 啊 对了 我刚刚用这只抓过虫子的手 摸过你哦 确定是技术员的前男友吗 好 给他点钱 把人给我看好了 还有 我让你买的东西买了吗 好 记住也 这一死 我要让你身败了 算日子 魏家的宴会要到 宴会上的林雪给秦妮李下药 她提前找了记者 逼秦妮李娶她 肯定是个假大爹 这就完了 不行 我得想办法和她一起去 明天你 老公 工作一天辛苦了 我给你按摩按摩 怎么突然殷勤起来 哎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魏家邮解环 啊 魏家的请柬啊 那你岂不是又要跟魏小姐见面了 你能不能带我一个呀 我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不会让她动你一根手 原来是想跟我去魏家宴会 可是邮解环上只嫌我一个人 你可以带女伴呀 这是人家的规矩 我们不能破换 哎 那有蟑螂 那有蟑螂 你什么东西顶住我 包月子 最近惹上火了 我先走了 我懂 我懂 男日 怎么样 好看吗 漂亮 是不是啊明里 明里 明里 好开心 你 你刚刚好喽 班贝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呢 你们俩呀 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 我自己来 妈这种事情顺其自然 哎呀 你说他这么大个人了 害羞啊 他没来过这种场合 这肯定有多紧张 你一会儿要是觉得尴尬 别怕 看我的 魏小姐你好 伯父你好 我叫纪书妍 我是明里的妻子 伯父 明里 结婚怎么也不通知我呢 啊 是奶奶的意思 奶奶抬扰人家呢 不希望太高调 啊 是奶奶的意思 原来是这样 明里 你来晚了 得罚一杯 这杯酒有问题 不能让你给你喝 明里 我替你喝 给小饭 买买买买 嗯 嗯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真是上不了台面的丑 亭玄 怎么说话 一杯酒而已 小事 罢了我的妻子就不是小事 道歉 道歉 对不起 魏小姐不用道歉 我身体不太舒服 各位 这样我先回去休息了 走 你怎么能让我给她道歉呢 明明是她坏了我的好事 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 秦明里既然来了 那机会就多的是 哪不舒服 我浑身都不舒服 这这这这全都不舒服 别爽了 哎呀我肚子疼 你在这等我 我去趟洗手间 哎 这个秦明里不好糊弄 这样男人有问题 颜颜 想我了 你 明报上一刀两名蜜茶的伤疤 他是原主的前男女顾从毅 就是他傻的原主 颜颜 你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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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要准备过来找你 看一个男的 跟着你来到这里 我很担心你 好啊 记住眼挺有本事的 嫁给秦明里不够 还去过口眼男人了 走到干净了 你男人 你男人 每个三五个小时 他不会醒来的 走吧 他挺厉害 就是遇到了 你刚好厉害 秀一下 那个人就倒了 魏婷雪不在这儿 秦明丽也不见了 不知道 他俩去拿鬼魂了呢 糟了 魏婷雪房间在哪儿 二楼 这里面那间 怎么了 我老公清白不保 你帮我拖住魏伯父 别让他发现 我去二楼 我不去 秦明丽和魏婷雪成了最好 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你 你信不信我给你一支 让你变成我姐妹 好好好 你骗我 那个水里给我下药 要挂就挂你 太加入技术严了 一听他出事 你就失去理智 那我已经锁了 你出不去的 明丽 我爱你 你不要拒绝我好不好 你好好你好好感受感受 我知道你也是喜欢我的 滚 哥 你是我的 你好好玩 你要干什么 你 请问你 我来给你解 啊 金书妍 你给我放开他 他是我的 金书妍 快吃药 怎么样 你好好点没 对不起啊 没事我可以理解着 我就当被狗咬了一会 我是狗 啊 男子汉大丈夫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 请总 请问方位 把女后都出了一个房间 还拒绝那么亲密 吃什么好事下店 听说你已经结婚了 太太是不是魏小姐呢 据说秦总和魏小姐是青梅竹马 你是用了什么手段搭上秦总的呢 我在这里要成绩三件事情 第一 第一 我和秦明李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夫妻 第二 秦明李和魏小姐只是单纯的合作伙伴 第三 老公你说 第三 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污蔑了 等着手里试涵了 爸 快帮我解开 都把秦明李骗到了房间来了 还没得手 太让我失望 不从意呢 我是让他缠着技术严的 那个人倒在洗手间 被人发现 送医院去了 那岂不是一张照片都没拍到 现在好了 我秦明李得罪了 以后怎么办 既然做到了这一步 那就干脆得罪到底了 魏婷雪可真狠啊 一二再再二三的下遥 还在找舆论逼你 以前没发现他这么有信息 你现在知道谁是好人了吧 对了 赶紧看看手机 看看新闻 不知道新闻怎么编排我们呢 一二再再二三的下遥 完蛋了 把自己给送坑里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当然是赵紫轩告诉我的了 你都不知道 那个魏婷雪 把我的毒鬼前男友找到了 他们还要打我 如果不是赵紫轩 即使出现的话 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害怕 你都没有及时出来保护我 还要我去救你 对不起 我的错 我去 怎么了 网上怎么都是支持魏婷雪 骂我的人 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不知道谁是跟你领证的对象啊 应该是对方买了水军 然后带骗了不明真相的网友 通知法务部 我那些网上传播不识消息 诽谤辱骂的网友 连和那些记者一起杠 还有 去准备一个与魏家解约的合同 并向外通知 与魏家永不合作 是 老公好帅呀 等等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你前男友啊 我们是知道杰叔院前男友的事的 是他与你朋友这件事 你也没问啊 在说你调查我的时候 你没查到吗 我 你真调查过我 太太别怪秦总 结婚毕竟是大事 就算你们只是暂时的婚姻 这个婚姻调查呢 也是无可或非的 是啊 我们就是假夫妻而已 你前男友是个 毒鬼 嗯 他是毒鬼中的鬼王 我打工的所有的钱都被他拿走了 我不给他 他就打我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这个人渣在一起啊 因为 我们从小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他一直陪伴我 什么陪伴 他就是在PUA你 一看着挺聪明的 结果是个恋爱呢 秦总 你是错了 别自作多情 哼 男人 秦总 您找我 把网上那些通告全部删掉 热毒压下去 是 还有 把他那个毒鬼前男友 找人收拾一下 明白 好 我会买好送给太太的道歉礼物 不错 我没吃醋 对吧 按照书上的说法 好像是了 书上怎么说的 生气对方和一片相处 阴阳怪气 你妈别扭 我有吗 哎 那这代表什么呢 书上说这就表示 你喜欢上那个 秦总 你好像 坠入爱河了 哦 书上说的 不是我说的 看了什么书 追在三十六镜 还有 如何征服美丽上品 我们发出的帖子 好得都被删了 舆论反转了 就差一点 北小姐 你个没用的废物 还回来干什么 北小姐 北小姐不知道谁在追我 北小姐你收留我吧 我帮你对付齐书妍 你今天晚上破了我的计划 还想让我收留你 我也不知道从哪杀出来个男的 我全找公司本来还不错的 可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晕了 听学 我记得你之前告诉过 技术研用针很厉害 会不会是他干的 很有可能 不会 技术研从小就晕针 他怎么可能用针很厉害 你说什么 技术研晕针 对 小的时候医生来国务院 给我们打疫苗 他都是躲在厕所里的 有意思 爸 你说一个晕针的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能把针用的如此之物 除非他不是真正的技术研 轮到你上场了 还愣着干什么 哎 我来给你紧 我来给你紧 我真的喜欢上他了 对了 秦总书上说了 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一个人 就想想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心跳有没有变快 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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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快了 秦总 我是顾从义 你应该知道我 我要提醒你 你身边那个女人 根本不是真正的技术研 技术研晕针 根本学不会针灸 你还有心思来挑拨 看来是没给你教训过 技术研小时候掉到河里过 所以他很怕水 更是从不敢泡走 不信的话 你也可以试他一试 奶奶睡时候 他的确变了很多 可顾从义 不过是个多鬼 她的话不能信 你居然在泡走 是啊 那又怎样 你要一起洗吗 鱼缸可大了 所以 你根本不怕 糟了 园主已添你过水 说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靠近我 我就是技术研 你撒谎 真正的技术研 根本就不会泡走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靠近我 说 我 够了 说实话 我不仅怕水 我还晕针 你满意了吗 奶奶身体不好 我要经常给他输液打针 我要是晕针 我还怎么照顾他老人家 那你怎么 没有办法 就像我 怕水 但我还是为了保命 要学会游泳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大可下来检查 你不是很厉害吗 我 我在洗澡 你先出去 吓死我了 原主因侦探索这件事 只有顾从义知道 一定是他跟亲密你说的 得赶紧解决这个祸吧 喂 私家侦探吗 帮我调查一个人 顾从义 你们吵架了 我怀疑他不是真的棋出眼 所以一时气急 才对他发了火 他在我们家住了这么久 所做的事情 你我都看在眼里 你怎么可以这么伤他的心呢 我以为他接近我比我用心 所以才 所以 你气的 并不是他可能虚假的身份 而是气他 对你可能不真心 我不知道 哎 明里啊 你好好想想 如果他真的不是这书言 你还会喜欢他吗 或者他离开你 你会不会难过 好好想想吧 好好想想吧 明天上午十点 阳光咖啡厅间 哎呦 前大总裁主动于我 真是深感荣幸啊 哎 叔叔 你把那个冒充气舒颜的女人 敢出秦家了没有 我有件事想问你 说吧 我肯定知无不言啊 我的私人账号 你怎么知道 或者说 是谁让你丢的 哎呀 这重要吗秦总 我可是帮你这么大一个忙 你不得好好的 感谢感谢我 当然 对吗秦总 好小子 让我好找 还钱 哎呀钱嘛 有的是 知道这是谁吗 秦氏集团的总裁 有多少钱 有多少钱 你要替他还钱呢 我不认识 哎 秦总 咱刚刚说好的 有吗 是 哎不是秦总 秦总 看我用的秦女女士 相信我的话 给你一个英雄 做我的机会 今天要不还钱 要把你手留下 大哥 我现在手头真没嫌钱 这样 你宽下我三天 三天之后 我肯定给你 顾从一这种人 这个钱什么都做得出啊 绑架我 他肯定做得出 爷爷 马上给你 爷爷 顾从一你要干什么 爷爷 上回的事都是秦家那女人 逼我做的 咱俩从手一块长大 我怎么可能伤害你呢 你伤害我还不够多吗 哎呀我的错 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道歉 爷爷爷 你再帮我还最后一次 我以后再也不打扰你了 你休想 臭妖子 先跑啊 哎 刚才那女的看见了吗 那是秦氏集团耸财的老婆 咱把她保了 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这个是发财最好的机会 干完这票 直接出国 好 果然来嘛 那条路人傻 你们几个可要抓住机会 喂 技术员 技术员 啊 放开我 嗯 干什么 姐 清总 那这只早点 哦 好 带点手机 分多少 好 你千万不让我试 放开我 没什么当天往我手里的 不过别担心 我只要请 这个时候情侣里应该报警了 哎 秦总 你老婆在我手上 不想出人命的话 准备四千万现金 钱没有问题 不过 你得先让我确认技术员没事 说话 明理 术员 别怕 我很快来救你 行了 该听的都听到了 赶紧把四千万现金准备好 还有我警告你 千万不能报警 你要干什么 别担心 别担心 他妈愣啊 要不再让哥几个爽一爽啊 老大我先来啊 都什么时候了 整刀钱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你妈算哪根葱呢 该关我们的事 啊 明理 你终于来了 啊 没事了 没事了没事了 现在能报警 请你一下吧 嗯 爷爷 他怎么样了 没事 吃饭过度休息休息就好了 你随心能关心他的呀 怎么那么多话 过河拆桥 你知道那我今天有多担心你啊 你要是有什么三长条款 我 你就怎么样 你醒了 我没晕 啊 逗你的 那那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 你猜呢 嗯 其实我刚才说那些话 嗯 不是你想的呀 你的意思是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也不活啦 没有 你脸红什么 你看错了 你说看错就看错咯 嗯 你今天晚上陪我睡吧 不害怕 我还是谁怕吧 啊 不解风情 嗯 新总 您找我 那个 把你那个什么什么 三十六戒 哦 追爱三十六戒 啊对就那个 还有一个 征服美少女什么什么的都给我拿过来 秦总 您是准备追太太啊 让你借你就是借了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还是哦 是 啊 九星连珠 这年头 星星都见不到几颗了 还九星连珠呢 嗯 宝物穿越 雷鸡穿越 死亡 确实有很多小说 女主是死了之后穿了回去的 可是 我做的这些事情 不就是为了狗命吗 不行不行不行 但或许 她杀不行 自杀 可以 要不我试试 啊 你干嘛呢 哎 再带你下班 工作一天了 想没想我吗 这个方送给你 谢谢 啊 啊去 嗯 拿走我对花粉过敏 啊我不知道不好意思 快出去快出去吧 走走走走走 出去 快出去嘛 啊 啊 啊 还好她没发现 啊 要不我试试 如果头着地的话 这个高度倒是可以试试 啊 啊 啊 万一我跳下去没死怎么办啊 万一我死了没有回去怎么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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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情啊你这么想不开啊啊啊啊 啊我就是想看看风景 看风景 你知不知道多危险啊 万一掉也怎么办啊 哎 夜后不会了对不起 嗯 嗯 你是不是我很担心一点 我知道 但你抱那么紧干嘛 啊 啊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啊 啊 我知道 你这么担心我 是喜欢我 对不对 我没有 你就是 我知道的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啊 在被顾从义杀害之前 原住被破产的魏婷雪开车撞过 我是出风过才来到这里 说不定 那就是我回去的时间 喂 魏小姐 顾从义被抓了 你还好吗 续书言 你不要得意 我一定会把你从明里身边赶走 好 我给你机会 明天中午十一点 阳光咖啡厅 不见不散了 喂 明里 我给你带了饭 嗯 嗯 拜拜 你还真敢来啊 你想干什么 哎呀 哎我衣服湿了 我去趟洗手间 我叫你来 就是来警告你 这是最后一次 不要再试图破坏我和明里的官司 老公 明里 你来了 爸 不是说好了吗 饭让李杰拿就行了 你怎么来了 正好没什么事 你怎么跟魏婷姐在一起 我来给你送饭啊 至于他嘛 他天天在这个咖啡厅里面偷看你 你不知道吗 我不关注李杰 那 你关注什么呀 我吗 你说是就是了 拜拜 拜拜 据说人 这一次我一定不让你好过 金总 我好了 太太顾送你的合照 被你包到网上去 现在网上都在骂 太太是白金女 还有 不见点 立即联系公关部 让他们煽铁压热度 再给我创造一个个人的微博账号 回去 是 这么私密的照片 只有顾从义和苏妍有 顾从义被读 照片是谁献不出去的 咖啡厅 魏婷雪跟苏妍在咖啡厅见过 魏婷雪 放弃打人的毒鬼 是我太太最正确的决定 和她结婚 是我最正确的决定 我可以进来吧 可以 你还好吧 那些照片肯定是魏婷雪从我这拿到 泄露出去的 对不起 给你惹麻烦了 这不是你的错 放心吧 会解决的 真的吗 真的 谢谢你 你留着和那个人的合照 是还放不下的 这个季书妍 你给迷里挂了什么迷魂堂 让她这么维护你 好 我知道了 爸 怎么了 秦明里劫走了我们几个项目 他这是存心要打压我们 他竟然为了寄书妍 不供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交情 没关系吧 我们还有舅舅 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恐怕不好帮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打拼了这么多年 怎么也是有根基在的 拿走我几个项目就想打倒我 没那么容易 这天都黑了 明里 咋还没回来呢 妈 都是我的不好 明里每天工作的这么辛苦 我还给她添麻烦 唉 这不是你的错 以前呢 我也没想到 那个顾从义啊 花了你的钱 还打你 你受罪了 妈 想想以前的苦 换来现在的甜 我就觉得 我好幸运 妈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 我先上去了 书连等了你很久啊 没事妈 都是我自己愿意的 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还在生我气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回来不理我 工作太累了 那你头发 不用 是不是处理我的那件事 让你累到了 不是 你别哭了 真的不是因为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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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连雪三番两次的害你 我总得给魏是一个教训 奇迷离开始打击那时奇 看了那个肤快要被桃花岛的功臣动手了 魏家人都心狠手辣又小心眼儿 你一定要小心他们 尤其是现在 桃花岛项目马上启动了 千万要小心啊 既然还当不下不同意 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 你有没有听到啊 我工资还有事 我先去吧 你睡吧 啊 怎么回事吗 你这大半夜把我叫出来 不会就是陪你喝酒的吧 滚 脾气这么高 可真性感 不说滚 滚 你这也太不怜香细遇了吧 他又不是他 细遇 我问你 为什么一个人喜欢一个人 他还能对另一个人恒 还说爱他 你不会被戴绿帽子了吧 滚 但我说他这个人啊 他就是谁都不喜欢 他只爱他自己 如果突然间对你好 肯定是另有所图 另有所图 他图我什么 你的话呀 图你长得帅 想当秦太太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 书妍你看到了吗 你老公这么晚还不回家 到外面和其他女人勾勾搭搭呢 行啊 去你的工作 骗子 看你回来我们好好收拾你 你是在等我吗 哎别走 你不爱我了 我就没有爱过你 你 我还没爱过你呢 晚安 走啊 走啊 昨晚 昨晚 和美女玩的开心吗 我没有 你怎么知道我和这玩具球吧 喜欢这样的吗 帅哥 我真没有 喂 不好了秦总 陶花岛工地出事了 什么 怎么了 陶花岛出事了 怎么这么造就出事 小说里 秦明里这次去事故现场 会比工人砸破脑袋 我跟你一起去 好 人怎么样 已经坐医院了 这里别忘了 还不清楚 小说里 工地出事 是秦明里打击 问世一中后才发生的事 为什么提前了这么多天 难道是因为我改编了剧情 别怕 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嗯 上车 下车 给我一次 上车 你在车别下去 你也别去 你会受伤的 没事 哎 李杰快叫人 是 你干嘛 别动 他为什么那么肯定我下去会受伤 你受伤了 没事 还好你回车里了 不然你在外面的话 你脑袋都要砸开花 你怎么知道我会受伤 那些人看起来凶神又煞的 你不受伤才怪 原来是这样 看你为什么又能准确预判 桃花岛的工程会出事 爸 据了解 这种的工人至今未醒 情势总裁声称会调查真相 给大众一个说法 但至今仍未有所答复 事发到现在 情势股价已经持续下跌多日 秦明理 我倒要看 这次的危机 你要怎么解决 到时候他就会知道 去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不好的老爷 外面都是警察 什么 书衍 这次能够查出真相啊 多亏了你啊 来 妈敬你 这是我应该做的 妈说的对 要不是你准确的找到知情工人 并且治好他儿子的病 秦家 可能永远都洗不干净这口黑锅 是啊 那你要怎么感谢我啊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啊 那你是想要我的人 还是想要秦太子的身份和地位啊 当然是 有点累了 先回去休息了 啊 明里 怎么怪怪的呀 嗯 妈 明里 可能最近有点累了吧 哦 这次我为了赶紧解决问题 直接找到哪位工人给他儿医治病 肯定引起前面给他疑心了 爸 你放心 今天失去了 女儿一定会加倍相亲 美和鸡飞头 亭雪 跟我走吧 舅舅 我没有家了 以后 住舅舅家 好好生活 不要再动坏心思了 走吧 我还没看到继续员父子在家 怎么可能受伤 秦明里 睡了吗 长得真好看呢 啊 这么晚不睡觉跑我这儿来干什么 嗯 妈说了 夫妻俩就要睡一张床 你别忘了 我们两个人是假夫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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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 舍不得什么 我舍不得妈妈 舍不得李杰 那还有我种的花花草草呢 妈就算了 她连李杰和花都舍了 却舍了我 但是 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了 你 自从工地出世之后 你的眉头就没有展开过 我就想一定要帮你找到凶手 我就去找了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 嗯 就是那天围攻你的那些工人 我找了私家侦探 终于找到凶手是谁了 就是那个儿子患病的那个工人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我怕我查不到 怕你白高兴一场了吗 辛苦你了 为你不哭 这情形也太好好了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你知道桃花草草 会出世 我去她怎么还记得这场 你干嘛 你怀疑我 你打压卫世 卫婷雪她爸爸肯定要出手了 桃花岛项目刚启动 你就这么重视 他们肯定会拿这件事做文章的 她说个有道理 看来我的确想多了 你居然怀疑我 我只是 我走了 查的怎么样了 我问过了 说是季书妍给那个人治好了孩子的病 她才出来作证的 我爸之前特意让你隐藏了那些工人的家庭背景 连私家侦探都查不到 季书妍怎么可能查到 这个就不清楚了 现在想想 季书妍之前突然约我出去 再看到她手机里的照片 这一切都像是预估的 您发布照片到网上 于是秦明里打压卫世 然后魏总设计秦氏工地出世 再被积书妍找到证人翻盘 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 你去帮我许个东西 我一家已经破产了 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回去了 回去之后我就应该再也见不到秦明里了 怎么想起来还有点不舒服呢 算了算了不想了 爱 哎不不不不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我一定出事的 你需要帮忙吗 我脚扭了 那你把一件穿上我来帮你 不是 我穿好了 拿着脚不上了 这只 没想到堂堂秦大总裁 居然还给人家捏脚 我当然 会 怎么你害羞了 没有没有 干嘛想一起洗啊 没有 秦总 这药是太太亲自嘱咐我抛的 说是很有效果 您试试 他嘱咐 刚通完电话 这药怎么这么苦啊 太太说了良药苦口 让您务必喝完 太太还说了 连续喝两杯才有效果 您里面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不想听 纪书妍 她和顾从义的合照 是她故意泄露给我的 她就是想利用你 把我们家搞破产 你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看看这个优盘 这个优盘里面 记录了她在咖啡厅里边 所有过程 她真的是一直想利用你的 你和她不是一直都很认爱吗 那我倒要看看这一次 你们这个爱 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考 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在看卫家的破产报告呢 卫家破产你这么高兴 当然了 你不高兴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开心 因为我开心 所以你开心 秦明李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呢 口口还能说喜欢我 是真的喜欢吗 我当然更喜欢你 我看你俩感情这么好 我打心眼里高兴 这儿有个不错的地方 最适合小夫妻不蜜月了 明儿你们就过去 抓紧给我造个孙子回来 妈 我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好的妈 保证完成任务 老公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呀 他呀都喜欢 那我们努努力 男孩女孩各生一个 你自己生吧 他呀 这脸皮啊薄 谢谢妈 小说里情敏你生日这天 在公司加班被厨家鼓励的 我把他带出去 应该就没事了吧 哇 好漂亮啊 明丽 你看 这儿能看到海 大惊小怪的 快来看 明丽 谢谢你带我来这儿 我去上个厕所 一会我们下去玩 嗯 快去吧 又乱放东西 走吧 他们竟然没有离心 等着办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好过 看一个 嗯 嗯 哈哈哈哈 哇 你快过来啊 哈哈 纪书妍 哈哈哈哈 哎 哈哈 啊 起书颜嗯 难道出来玩来 开心点 我先去趟洗手间 嗯 没关系以后明语的每个生日奶奶都陪你过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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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请命令 愣着干嘛快许愿啊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书颜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你都不要离开我 好不好 小心 书颜 书颜 你守了一夜了去休息吧 他体脏平稳应该没事了 他想就行 我不能睡 上我多嘴 好吧 熬死辣道 书颜 你醒了 怎么样 你哪儿不舒服吗 我饿了 饿了 我去给你买吃的 很快就回来 你等我一会啊 赵子轩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受伤了 我特别担心你 而且我已经知道是谁伤了你了 是谁 魏姑父 魏婷雪她爸的助理 小说里伤害秦明里的另有其人 怎么现在变成魏婷雪她爸的助理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刚刚在门外听见的 你这个闯过 想你删死报仇吧 要是得手就算了 现在技术也没死 太多我也跟你一人 小姐放心 我带个口罩 秦明里绝对查不是我 秦明里没理想那么傻 你们再打人去查 赶紧滚 好 思远 你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讨为公道 公道 要讨也是我这个做丈夫的去的 老公 你回来了 老婆 饿坏了吧 嗯 少公子 还不走 秦明里 没能力保护好书颜 就趁早放手 书颜 我永远等你 我就先走了 你别听他胡说 这只是个意外 赵紫萱说的没错 我确实没有保护好你 不过你放心 以后绝对不会再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 我相信你 哦 对了 刚刚赵紫萱说 伤害我的人是 我知道 舅舅 我真的不知 请你相信我 我就只有你一个情人了 事到如今 你还不知道悔改 你真以为 你把所有罪 都推到那个助理身上 秦明里 就不知道是你做的了吗 我知道错了 我真正去给秦明里道歉 求你留下我吧 晚了 一开始我就提醒过你 让你好好生活 你自己不听 现在酿成大错 舅舅 你是我亲外甥女 我最后保你一次 以后 你就自生自灭吧 舅舅 舅舅 阿淑喝鸡汤对身体好 你尝尝 尝嘴 怎么了 不好喝 今天阿姨是被夺舍了吗 阿姨应该还没睡醒 我一会再让她重新熬一口 不用了 等等 这汤 不会是你自己熬的吧 怎么可能 谢谢你 我很开心 那我以后天天给你熬 不用了 有心意就好 那个助理 揽下了所有罪名 赵世伯也在中间熟动关系 这次 魏婷雪的罪 治不下来 对不起啊 没事 魏婷雪 罪大恶极 进去是迟早的事 你放心 我不会让她好过的 让开 我是你们张总的朋友 敢不让我进去 张总特意交代过 但凡既成她朋友的人 履历不给劲 赶紧滚 好你个亲人 居然这么狠心 等我重新爬起来 我一定让你和技术员 统统不好 你干嘛 你受着伤呢 一个人睡不方便 我陪你 你不是喜欢睡沙发吗 谁会喜欢睡沙发啊 那你之前睡沙发 是因为你不喜欢我 我 既然你不喜欢我的话 也别勉强 你真这么想的 当然了 那现在呢 现在的话嘛 也不是不行 晚安 你在找什么 没什么 你继续睡吧 我又上班去了 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 帮我找一下优盘 记住 找到后放好 千万不要让太太看到 优盘 没什么特别的忙 你离开了那天的录像 也是 他疑心病这么重的人 清醒点吧 记住严 你不属于这里 不要太沉溺了 你回来了 刘盘找到了吗 没有 下去吧 今天有没有好好休息啊 无聊我就下来了 你说奇怪啊 我在房间里面捡到这么一个优盘 是你的吗 你看了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怎么 里面 有我不能看的东西啊 没有 就是一些项目资料 哦 那我确实不能看 免得被当成商业间谍 我会 你是我老婆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姬树言 你不要被迷惑了 别忘了 我们做了这么多 是为了什么 那 我可以看了吗 这个优盘 跟你开玩笑的 今天有没有想我 想了 嗯 你这个样子可不像是想的 那就是没想 我去休息了 苏妍 你怎么把门锁了 两个人睡得太挤了 还是各睡各的好 我可以睡沙发啊 沙发已经搬你房间去了 睡去吧 苏妍你是不是生气了 那个优盘你想看就看 苏妍 哼 别吵我睡觉 你干嘛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哼 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 这油盘里面 其实不是什么项目资料 是魏婷雪给我的 里面具体有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你们都说什么了 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我爱你 嗯 什么 纪书妍 我爱你 爱你 那你 情侣里不过是个纸片人 你可是要回到现实世界吧 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的 秦总 会议要开始了 好 嗯 取消吧 什么 特殊的地方 秦总是什么大项目吗 对 哇 秦总管厉害 下两个姑娘进来 再给我拍照 拍照 去吧 哦 秦总 来 我敬你一个 来 秦总 后天的那个酒会 可不可以也带我去啊 带你去可以啊 但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只要秦总您愿意带我去 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行 我先出去一下 去吧 秦总 他真的好帅 是啊 可惜秦总已经结婚了 还特别爱他太太 他拍那些照片 应该是故意发给他太太 好像他吃醋的 那我们一会儿 岂不是就能看到他太太了 秦叔爷 你又要落在我手里了 秦总 我给你介绍一个大美女 好呀 人呢 喂提许 你怎么在这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秦总 你确定太太出门了 太太说要亲自过来 收拾你 那他怎么不来呢 是不是迷路了 你下去看一眼 行 我提醒 秦明李在这里 我劝你及时收手 秦明李 他跟秦明李什么关系 我是他太太 秦总 你别听他胡说 他是想攀秦明李这个高尺 想疯了 你 秦明李看不像你 不如跟我吧 放开我 秦总 那我这不不玩了 去吧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什么样 救命啊 你放开我 魏婷许 他怎么在这儿 他怎么在这儿 秦总 接到人了吗 没看到太太 没给他打一话 没人接 秦总 他会不会出事了 对了 我刚看到魏婷许 什么 魏婷许 走 走 这儿 停住 别动 秦明李 好好消息 是 其中饶命啊 其中 我追到出来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带你去那种地方的 你打我吧 小说里 魏婷许搭上了一个爆发部 去了酒会 在酒会上毒害技术延 脏心为你疯狂报复 魏婷许才开车撞技术延 起初同归于尽 可是现在 苏妍 你别不理我好不好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但你别不理我呀 魏婷许肯定是这个要就会了 那你会怎么对魏婷许 我会让他万切不复的 你能不能 什么 我有点累了 想休息了 好 那你好好休息 我 这么看 我快回去了 人找到了 继续走 就算把这个城市给我翻到底朝天 也要把人给我找到 魏婷许 这次 我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你刚受了伤 一会就不要喝酒了 可是 这是专门品酒的酒会 你不让我喝酒 带我来这干嘛 我当然是带你来见他们的 我们请派派 苏妍 赵子萱 干什么 我和苏妍说话 有你什么事 你幼不幼稚啊 子萱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要跟你说件事 我爸早已经把魏同学 赶送我们家了 他人坏 我可不坏 我知道 放心 我已经派人日宝贵停学了 一定把人给你找到 不用 书员都没说什么 要你多嘴啊 夫人 你要的酒 赵子萱 你的教养 赵子萱 他中毒了 赵子萱 怎么样 好些了吗 刚刚要不是子萱 中毒的 就是我们两个人了 肯定又是魏定学干 行 把人给我盯住了 魏定学 找到了 苏妍 我是不是很厉害 你真厉害 魏定学在哪 魏定学在哪 明乡会所 这是秦夫人经常去的一家会所 妈 伯母 我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您让明里放过我吧 伯母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伯母 我知道您对我最好了 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 你知道我对你好 你是怎么报答我的 我劝你呀 早点自首去 伯母 伯母 放心 这一次 我一定会让你们团结 哎呀 我都等半天了 对呀 就说好的 这十字路口嘛 都给我去死吧 你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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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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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手术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出来啊 是啊 你能别着急 我去看一下 别担心 树妍会没事的啊 妈 我总是保护不好的 哎呦 树妍生死未卜啊 你可要撑住了 妈 妈 我不能没有她 哎 哎 怎么样 她有可能醒不过来 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把她给弄醒 其妍妍冷静一点 医生又不是神仙 等会拿出去 树妍对话过敏 怎么可能 之前树妍给我治病的时候 还说喜欢美龟呢 树妍 你真的很会骗人 你这次是不是人在骗我 快起来吧 别骗我了好不好 你有多久没休息了 我不累 你成什么能 你要倒了 树妍谁来照顾我 她没起来之前 我不会倒 随便你 反正倒了也不干我的事 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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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米礼 树妍 树妍 其米礼 是我 你怎么也穿过来了 快快快快快快 donné 帮我 你们 不是吧 不想吃 吃点吧 你都好久没吃东西了 我所算了 你这睡醒了 愈是不高兴 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不懂 你不说我怎么懂啊 魏婷选在哪 被抓了 要不这样 把他放出来 再让他开车 撞我一次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不同意算了 苏妍 告诉我 你心里面到底有什么事情 你别瞒着我了好不好 我能有什么瞒着你啊 别把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回不去了 我没有家了 你有家呀 情家就是你的家呀 睡会儿吧 恭喜苏妍出院 谢谢 知道你今天出院 妈呀 亲自下厨 给你做了一大桌子菜 谢谢妈 苏妍喝不了酒 她今天刚出院 喝点果汁吧 今天我喝酒 我高兴 吃点菜吧 亲民礼 别扫心 你们先吃 我带他回房间休息 你放开 我不休息 你放开我 你放开 苏妍 没事吧 先吃萝卜蛋操鞋 人家是正牌夫妻 别说话 哎 什么破扣子 怎么也解不开啊 我来 我来 臭流氓 不 不是你呀 臭流氓 看我打死你 想不到秦小姐还挺生猛 伯母 恭喜啊 你快抱孙子了 那你太好了 我呀 赶紧去包一锅汤 给他们补身体 秦丽 我跟你不共戴天 人家是正牌夫妻 想关你什么关系 你个人 你 你 子萱呢 可能在哪个角落空的了啊 哎呦 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你不是不是去给我造孙子去了吗 这是不是那什么不和谐呀 说 金总我查到太太亲身父母了 哎呦 哎呦 啊 我的疼 我昨天到底喝多少酒啊 行啊 我给你倒了蜂蜜水 喝了会舒服些 别说话 我来 我来 昨天 我们没发生什么事吧 没有 你只不过是扑倒我 墙门我 把我衣服 你可要对我胡说了 你胡说了 你别以为我真暖片了 我们没发生那档子事 那档子事 什么事啊 就 就是我们 我们 你以后 召紧洗漱 我带你见两个重要的人 嗯 嗯 啊 我才不想跟你见什么重要的人呢 我想回家 别着急 他们很快就到了 你到底要我见谁啊 马上你就知道 秦总 人到了 亚烟 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你是谁 我是你妈妈 她是你爸 对了 亚烟 我们是你亲生父母 我们找了好久啊 你们找我 小时候 你被淫犯就拐走了 我们找了你好久 幸好 幸好 黄天不负有些人 终于找到你了 小说里明明就是她的重男轻女 所以才在原主出生不久会丢了她 你把他们找来的 你不是人想家吗 我就把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嗯 你少自作主张 找到你亲生父母你不高兴吗 亲生父母 狠心舍弃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 我可不敢要 娘 你怎么能那么说呢 你丢了那段时间 我们连饭都吃不下去啊 对啊 为了找你 我们花了不少钱 所以现在知道我有钱了 就眼巴巴的凑上门来了 是吗 你们算盘打错了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们的 爷爷 是我们没话不好他 让他受了那么多苦 不认我们也是应该的 爷爷可能就是意识无法接受 二老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劝他们 好好好 李杰 秦总 把二老带去酒店 我去看看爷爷 好 好去吧 不用帮我们 二位 我认你一些事不客气 他这么厉害 是不是可以安排他小舅 进公司工作了 啊 当然有问题 这个公司都是激怒的 是 二位请 好 爷爷别生气我 别叫我爷爷 恶心 那我叫你老婆 抱歉我没有事先告诉你 但是我想给你个惊喜 让你开心一点嘛 你看我开心吗 你真信他们找了我很久啊 可他是你的亲生父母啊 不是所有父母都是有良心的 你爸总就这点智商啊 我没有 爷爷 别管我 爷爷你去哪儿啊 不想跟傻子一窝出去静静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 难道我和你妈 你见到你姐和你姐夫了 你姐夫是一家公司老板 以后咱们家不用愁了 我要你姐夫 安排你机公司 你给你老婆打打 你来 人家 我病人 你怎么来啊 怎么 我不能来吗 没有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什么算 休想从秦明里手中拿走一分钱 元元 怎么说 我们也是一家人嘛 你不要那么绝情嘛 绝情 你们抛弃我的时候 有想过绝情吗 我都跟你说了 你是被 别撒谎了 我怎么变成孤儿的 我还不清楚吗 你们 从哪来的 给我滚回哪去 吃吧个硬了吃吧 要不是老子一下你生出来 你能共享今天的好日子 一个辈子 痛快 痛快 对 我找了好日子 没事吧 我不想再见到他们 走 燕燕 老爸 怎么了 他们倒是不愿意走 非要让太太给笔养老金 不然就起诉太太 给他们一笔钱就是了 一分钱都不许给 一分钱都不许给 他们要起诉 随他们去 是 是 老婆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不想跟白痴讲话 可是白痴想跟聪明老婆说话吗 老婆 我把你的家人找过来 就是为了让你开心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我知道他们喜欢钱 这无所谓 只是我没想到 他们会动手打你 对不起 从他们抛弃我那一刻起 他们就不再是我的父母了 他们的出现 只会让我觉得更恶心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吧 你告诉我 我做什么 你才会开心 你做不到的 你不说我怎么能做得到 爷爷 你相信我 我想回家 而我的家 在另外一个世界 什么 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 只是一本小说里的世界 而你 只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而已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可能是一个虚拟人物啊 我有温度 有心跳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那我问你 我又是怎么知道 魏婷雪在你酒里下毒的事 我又是怎么知道 桃花岛项目会出事的事 你怀疑过我呢 对不起 我不应该怀疑你 爷爷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好不好 秦明李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我 没关系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一切都不是问题 我想回家 你走了 那我呢 我怎么办 回不去了 我回不去了 所以说 你如果能回去 你会毫不犹豫地丢下我 是不是 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都是假的 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姬苏妍 你真的好狠 我 我其实是 你不用再费心心思骗我了 星总 我们 可以出发了 送他回去 那您 你 不用管我 太太 你们上车吧 帅哥 你人家多久多过来 陪你啊 滚 不要那么凶嘛 后头发朋友 来喝一个 我起开别碰我 我看你 你这人最近这样怎么走 我带你过去吧 走吧 走了 爹 回家 走 爹爹 顽顽 义顽 顽顽 你不能离开我 好 我不会离开你 这么晚了 你还在等明里啊 没事 我和你一起等吧 不用了妈 你快回去休息吧 我自己等就行 真不用了 那你也别太晚了啊 飞气满满的融化 这么着急 是要去见你的盐盐吗 我警告你别乱说话 做都做了 别害怕我说 做没做 我自己心里清楚 你就不怕去找那个盐盐 这里有一百万 密码是卡的后六位 你给我从这个城市消失 一百万 你能有这么多钱 是真的假的 你自己查下去就知道了 别再让我看见你 你怎么睡这儿了 你 你昨晚去哪了 我 我在公司睡里吧 你喝酒了 喝了一点 我先去洗澡 有问题 你干什么呢 你解释一下 你衣服上为什么会有口红印 天安 不如你想那样 那是什么呀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然后有一个女的来搭讪 你放心啊 什么都没干 这口红印只是个例外 你昨天晚上不是在公司吗 对不起啊 没事 是我先骗了你的 现在我们扯平了 对不起 爷爷 我昨天真是太难过了 所以才去酒吧喝酒的 我保证 我什么事情没有发生 你放开我 不放 你放开你就走了 我还能去哪啊 爷爷 留在我身边吗 秦明李 我爱你 但是我不属于这里 我在这儿没有家 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你爱我 这就够了 爷爷 我就是你的朋友 你的爱人 这就是你的家 没想到他竟然是秦氏集团的总裁 秦明李 你以为 一百万就能把我给打发了吗 你怎么在这儿 房子不错嘛 我不是说过 让你离开这座城市吗 本来是想要离开的 可是不巧啊 这里 有了 你以为你随便还个孩子 就能栽到我头上啊 DNA亲子间谍敢做吗 做就做 好 李洁 在 把他安排到酒店 记住 千万别把人给我坑丢了 是 请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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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干嘛 嗯 我还以为你不在了 我去给妈煎药去了 你今天在家过怎么样 还好啊 怎么了 你 就是想你 幽闭 还是想念以前的你啊 虽然没几句实话 但是嘴是真甜 找错你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说错了 你什么样的我都喜欢 我 对 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我真的不能逝去 听明理说呀 你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让我领你出来逛一逛 咱们看看有什么好的 都给他买回去 可是我没什么喜欢呢 那怎么行啊 年轻人不能无欲无求啊 那多没意思啊 走吧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把这个 有可怜的孩子生下了 求求你跟其农说一次 人家找我麻烦了 到底怎么回事 慢慢说 苏妍 你可不把天的阿妩说法的 没有你可不是那种人呢 妈 我自有判断 你跟我来 原来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那个女的有没有事 妈 我过来 你不能讓你女人得逞 來 喝點水吧 秦太太 你一定要幫我 你先告訴我到底發生什麼事 秦總逼我打掉孩子 還把我關起來看人看著 好不容易才逃出來 他撒謊 秦太太救救我 別聽的胡說八道 我跟她沒有任何關係 她肚子裡的孩子也不是我 我知道 胡太太 我說的都是實話 別碰她 我剛剛已經給你把鍋賣了 根本就沒有懷孕 不可能 我有單子 運四周啊 這位女士 你可能還不知道吧 運四周的話呢 這裡根本都不可能有孕囊的 你們就不怕 我把這件事捅出去嗎 那你就不怕誹謗 造成法律責任嗎 順便給你科普一下 男人呢 在喝醉酒的時候 是沒有能力做那檔子事的 更不可能懷孕了 還不走啊 我能力也不唱 今天晚上要不要試試啊 滾 不守難得的臭男人 好了老胖 我知道錯了 以後沒有你的允許 我一滴酒都不沾 其他女人的頭髮絲 我一根都不忘 包括我媽 你要是再敢犯的話 我就把你廢了 好 雖然 你笑起來真好看 你什麼意思啊 你是說我其他時候不好看嗎 啊不是不是 你什麼時候不好看 算你會說話 走吧 帶我吃大餐 遵命 嘿 班爾朗 自己當快太太 過好日子 連親生父母都不管 這是什麼 啊 這公司 剛收購的度假村 你想不想去 不去 真的不要去啊 嗯 啊可惜了 最近一直在練腹肌 看來是白練的 啊等等 游泳對身體好 我去 就因為這個 那當然了 絕對不是因為你的腹肌 嗯 我是你的 你想摸哪兒就摸哪兒 秦總 您找我啊 場地布置得怎麼樣了 就快好了 過兩天就是妍妍的生日 務必把東西全部都準備好 這兩天我會帶妍妍出去玩 不要讓她發現 好 請命令你快一點 你掉馬桶裡了 晚上 來了 來了 唉 菠蘆叔叔的快點 哇 真的有在水上的車哎 當然了我沒騙你吧 哈哈 走上車嗯 秦明李嚇死我了 走 我說過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包括我 那 我可以上手了 可以啊 抱抱 哈哈 哈哈 啊 啊 啊 怎麼了 我摸了 嗯 那我 可來了 哈哈 嘿 喂 喂 金總 怎麼了 太太的親人父母把太太告了 他贏不了 不僅如此 他們還找了媒體報道 說太太是白眼狼 還閒貧愛父 潘上勤家連家人都不認了 聯繫公關部門 我會親自發視頻澄清 是恐怕得太太出面才行 還有之前找到辦公室來的那個女人 在網上誣陷您 想強迫了她 現在 一群人在公司路底下抗議呢 她還真敢認啊 等著我先去公司 那太太 她不用知道 等我回來 等我回來 明禮 秦明禮 秦明禮 啊 喂 李杰 喂 太太 你快說 你快說 有個女人誣陷秦總強迫了她 還偽造了證據 好 我知道了 我現在就過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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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 啊 我現在 強迫了別人 強迫了別人秦明禮的妻子 首先 網上所謂是我父母的人 對我並沒有任何養育之恩 第二 秦明禮 與那名女子 並沒有發生任何關係 這裡 就是那名女子 賈玉 要挟我們的錄音 我剛剛已經給你把鍋賣了 根本就沒有懷孕 不可能 我有單子 孕四周啊 這位女士 孕四周的話呢 根本都不可能有孕囊的 你們就不怕 我把這件事捅出去嗎 那你就不怕誹謗 遭受法律責任嗎 順便給你科普一下 男人呢 在喝醉酒的時候 是沒有能力做那當的事的 更不可能懷孕了 這錄音可能是偽造的 根本證明不了什麼 能不能證明 讓警察來看 明禮 攔住人 是 你沒事吧 有沒有受傷啊 沒事 來 讓我抱抱 對不起啊 讓你擔心了 知道就好 以後不許一聲不響 就丟下我 不會了 那件事怎麼樣了 酒吧的監控就是了 酒店那也沒有了 那怎麼辦啊 這兩個地方沒有 其他地方還有 對啊 還有街道監控 那天晚上 是她把我帶上出租車的 師父應該可以給我坐這兒 那太好了 不擔心了 讓你以後去酒吧 我去了 我去了 見你 你最好是有重要的事情 絕對重要 太太 他們想見你 兩年就不見 沒事 你讓他們進來吧 是 爺爺 是我們不好 我們不應該把你拋棄 還污蔑你 求求你 救救你 弟弟 他什麼都不知道 是我鬼迷心跳 怎麼懲罰我都行 就放過他吧 你們家兒子 打著我秦氏的名字 在外面招搖撞騙 他被抓了罪有應得 跟我們沒關係 不管怎麼說 他也是爺爺的親弟弟啊 你叫爸爸散心 救救他吧 你決定吧 爺爺 爸爸求你了 救救你弟弟吧 他可是他老記者的毒苗 媽媽給你賠罪了 夠了 你們所謂的道歉 不過就是為了你們兒子求情 根本不是真心的 媽是真心的 媽知道錯了 你們根本都不知道 你難過 他們不吃掉 我只是為了這個身體 原來主人難過 他這一生 真的太苦了 要我們替你們還債可以 我就知道 娘娘心最好 你先不用急著高興 還債可以 但是 這筆錢 必須得還給我們 都是一代人 還還什麼還 當初在媒體面前造謠我們的時候 把我當過一家人嗎 要么打欠條算利息 要么我送你們兒子蹲監獄 自己選吧 爺爺 別說了 就這兩個選項 打欠條可以 但是能不能不算利息啊 算利息我們日日過不下去了 是啊 好 好 可以 不過你們要答應我 請你們以後澄清 是你們拋棄的我 並且保證以後 不要再來打擾我 做不到算了 李傑 送客 能能能我們能做到 錢會打到你們的卡上 走吧 我想我爸媽了 今天怎麼睡這麼久 這都下午了 嗯 該怎麼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 脈搏倒是正常 小懶中 你終於醒了 怎麼了 今天對我這麼熱情啊 誰對你熱情啊 你怎麼來了 我來看我老婆 不很正常嗎 別品嘴 今天你過生日 老公帶你去過生日 你怎麼知道是我生日啊 夢裡知道的 哄小孩呢你 三二一 桃花島的項目已經完成了 這棟樓我用你的名字命名 你你不用這樣的 你是我老婆 是我最愛的人 為了你 我什麼都願意做 好了不哭了 沒事的 今天生日 又開開心心的過 嗯 哪不舒服啊 沒事 就是有點累 要是能一直這樣 就好了 當然能了 我帶你去個地方 什麼地方 你們怎麼來了 你們怎麼來了 齊民禮啊 爺爺 我知道你想回家 但是很抱歉 我沒有辦法幫你 所以 我只能用我的方式 給你一個家 爺爺 給我一次機會 讓我做你的朋友 家人 好不好 在一起 老天爺 千萬別讓你出言答應啊 爺爺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對不起 我我們離婚吧 不是吧 我只是隨便說說的 子萱帶我走 快點 帶我走 爺爺 爺爺 他還在 是啊 還在外面 我找好幾個小時了 你讓他走吧 我要有這麼大能力就好了 我就看個熱鬧 他把自己紮進去了 對 對不起 我倒是無所謂 不過 你和齊民禮到底怎麼回事 我要死了 你別嚇我啊 你醫生這麼高明 你給你自己治治病啊 治不了 那我帶你找醫生 最好的醫生 我們現在就去 好不好 別 我自己的身體 我自己心理清楚 沒有用的 你不用白費力氣了 那你就這樣等死嗎 我不想你死 之前 我一直想離開這裡 現在 卻舍不得走了 呸呸呸 哪有人判斷自己死的 我先去找齊民禮 他人賣國 他一定有辦法的 我寧願 讓他恨我 也不想讓他 親眼看著我死 他人 懷抱得真的最麻 當花奔全 只龍碧河 讓妍來見我 他來不了了 什麼意思 他說 他要死了 什麼 人呢 他剛才躺在這兒 他會不會從後門跑了 不對不對 你冷靜想想 他們可能會去哪裡 快點想 快點想 你可憐 憲憲 你終於來了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只是怕你擔心而已 陪我看日落吧 好 好 今天的落日 真美啊 你真的是做夢 夢到我的生日的嗎 嗯 那你以後 會經常夢到我嗎 嗯 秦明禮 別難過 你也沒答應我求婚了 好好 你有沒有遇到 然後 坐他們 ny 他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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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答应我吗 舒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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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吓傻了 姐都不认识了 姐 我这是在做梦吗 大白天做什么梦啊 好疼 这是真的 姐 我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赶紧看天快下雨了 赶紧回去收摊吧 启明礼 我刚刚救的人是启明礼 老公 老公 你没事吧 你是谁啊 我是你老婆纪舒颜 你不记得我了吗 老婆 我 季舒颜 季舒颜 你没事啊 舒颜 什么情况啊 她是谁啊 姐 这是我老公 秦明礼 这是我姐 姐 姐好 我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妹夫啊 心脏一缸 基本就啊 那不是的 是 你 都该也不认了 不认 不认 你 你 你